歡迎收看東京佐德橋,我是維恩 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寶物獵人 東京挖寶一日遊 又到了這個主題定義的時間啦 我心中的挖寶呢 就是在逛街的時候啊 扣除掉像是百貨公司 以及很知名的觀光鬧區 等等連鎖的商店 幫大家安排一些比較有特色 或者是就算它有超過一家 但是呢商品種類多 又比較獨特的商店 挖這些地方呢串連成一天的行程 但如果你對其中的某一些品項沒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自行刪除景點 在喜歡的地方挖寶挖久一點喔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那為了讓路線順暢 第一站我們從最南端的自由之丘開始 自由之丘這裡的特色就是日系雜貨很多 第一站建議大家先來到車站旁的Trenchy 因為這邊的營業時間比較早 早上八點就開始了 自由之丘的其他店家 大部分要11點左右才開始營業 Trenchy是一個由電車車庫改造成的文創商圈 位在車站南口的鐵道旁 樓上有蠻多家不同的日雜之外 我自己有買過這一邊 Career Shop Pack 山田獅子紅茶專賣店 紅茶精選種類多好喝之外 創辦人山田獅子的插畫包裝更是別具特色 絕對是伴手禮的好選擇 逛完這一區之後 就可以回到車站北口的區域 這邊幾條主要的道路以及兩旁的巷弄 都有各式各樣的店家 不管是服飾、配件、生活用品、廚房用品等等 也有類似大創的雜貨店喔 下一站我們從自由之丘來到鄰近的惠比壽 搭車約10分鐘 挖完日系雜貨之後 帶大家到惠比壽的 Abyss Marche Organic and Natural 這是一個有著歐洲風格的市集 雖然東橋只有拍片路過 不過上網研究之後發現 聽名字就可以知道 這裡主要是販賣以有機為主題的商品 除了有機的蔬果之外 也有很多食物、咖啡、雜貨等等 搭配上後方的侯不雄餐廳 真的會有種來到歐洲的錯覺 但要注意的是 這裡只有週日 11點之後有營業 所以要安排好前往的日子 第三站 一樣要逛市集 我們在搭15分鐘內的車程到達表餐道 步行5分鐘 就來到 Aoyama Farmers Market 這裡也如同名字一樣 是一個由農家為中心的市集 有來自各個農家不同的產品之外 每週還會有不同的主題 相當的多變 雖然它叫做農夫市集 但是其實它不只是農作物或是食品 它也有一些手工藝可以看喔 我要在餐車買個咖啡喔 這裡的營業時間是週六與週日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可以安排週日來 就可以連惠比壽的市集都逛到了 大家早上可以選擇在自由直秋的咖啡店 或者是在市集自由買東西來吃 午餐的話 我們推薦在下一個挖寶景點 吃當地有名的美食 湯咖哩 說到這裡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 第四站我們要去的是夏北澤啦 車程也只需要10分鐘左右 這次的行程 每一站之間的距離都不會到太遠 夏北澤這裡有不少古著店家 像這個東洋百貨店 這間很復古的店呢 叫做東洋百貨店 裡面啊它不只一間店 還有很多間複合式的小店聚集在一起 就是讓你挖寶這樣 什麼都有 還有這家New York Joe Exchange 這邊進去啊 每個人都一帶一帶的出來 我每次都覺得是不是不用錢啊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賣古董傢具 或者是復古雜貨的店家 以及藥妝的Outlet 可以挖寶喔 逛得差不多的話 就可以休息一下 在夏北澤吃午餐 這裡我們推薦 ロジュラカレサムライ 或者是咖哩食堂 新 這兩家的湯咖哩都很不錯 逛完夏北澤之後 我們下一站要跑遠一點點前往中野 大約要坐25分鐘的車程 中野這邊的挖寶地點在 Nakano Broadway 它是一棟舊舊的建築 有點像台北西門町的萬年大樓 不過這邊是以動漫 攝影 鐘錶 軍用品等等的各式各樣新品 或二手商品著名 我跟Bob之前就很常經過這裡 來看看有什麼想買的攝影器材 YouTuber最愛的二手相機行 哇二手漫畫一本才50塊 想學日文的話就在這邊買囉 這裡比較推薦偏宅屬性的人 或者是器材控來逛逛 而我們的最後一站 要來到中野的隔壁站 高原寺 高原寺這裡跟夏北澤一樣 有很多個性穿著的古著墊 但根據當地居民鮑勃的形容 這裡又更加的帶有西皮以及復古風 真的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古著墊 也不乏有一些復古的玩具墊 而且高原寺這裡的店開到比較晚 比起早上的夏北澤或自由之秋 建議把這裡的行程安排在晚上也很適合 最後逛了一整天 可以在這邊找個晚餐來吃 這裡的餐廳都開到很晚 想吃宵夜也沒問題 我們推薦燒鳥巴蒂托拉 以及沖繩料理爆瓶 都是很適合累了一天之後 喝杯小酒吃頓飯的地方 以上就是這次的東京挖寶一日遊拉 雖然店家我們沒辦法太詳細的分享 但是分享各個區域的挖寶屬性給大家知道 也讓各位享受一下 自己挖掘到喜愛店家的樂趣囉 我們下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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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見